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也许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女明星可以邀请 但实际上确实能符合二次出道翻红的姐姐 不多了 并且现在播出到第三季 已经不再是打住翻红姐姐正面旗帜 而是给一些有资源 有背景 或者是涉及到更多其他圈子的明星混脸熟的一档节目了 以至于到了第三季才请了28位姐姐 要知道前面两季都是请了30位姐姐 到了第三季请来两季老师姐带队 不参与比赛 那到了第四季是不是会有更多前面三季的姐姐参赛也不好说 对比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二季的歌单 让姐三的歌单是真的臭吉了 披荆斩棘的哥哥二迄今为止 一共录制了两场演出 第一场是个人首秀的舞台 歌单如下 这个歌单是个人首秀舞台 四人一组的歌曲 不包含个人首秀的歌单 个人首秀的节目一般都是嘉宾自己选择 所以不做对比 上吐八首歌曲的80%应该都是大家听过的歌曲 甚至可以跟注合唱的歌曲 对比浪姐三截至发文前的舞台 也有几十首歌曲了 有50%都是大家没听过的歌曲 甚至没听过歌曲的这个占比更高 这是浪姐三很失败的一个地方 乘风破浪的姐姐三季换了三个音乐总监 从赵赵到刘卓再到现在的荒景十一 听起来好像一季不如一季 再对比一下《披荆斩棘的歌歌2》一公舞台的歌单 一共八首歌曲 也有50%左右的歌曲是大家听过的吧 尤其是《霍原甲》这首歌曲 全民皆知的一首歌 这就是《披歌2》的一公舞台 之前也有浪姐节目组导演在网上曝光 节目是更加偏向《披歌2》的 导演和很多工作人员都在更加专注地做《披歌2》这档音宗 阵容上明显的差距 让《芒果》把宝压在了《披荆斩棘的歌歌第二季》 音乐现在要演出使用都要有版权 所以想要表演一首歌曲是需要花钱的 这也是第三季浪姐的歌单很糊的另一个原因 节目组也不愿意吃剧资买太多大火歌曲的版权 象征性的两次公演有一到两首歌曲好听就可以了 如果浪姐四还是阵容上没有能破局的 歌单又不看重随意选 那乘风破浪的姐姐四一定会踏上我是歌手停班的老路 目前姐姐即将播出尾声 就要看今年的哥哥们舞台是否出彩了 看到前面两次公演的舞台歌单 看似是哥哥们赢了 你们认为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